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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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 好的 现在7点59分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何和抗拒的人一起工作 我们每一周呢都会有不一样的话题 那我们的话题目前是沿着沿途洞见 就是系列的来进行 这样子也便于小伙伴们能够就是有个依据 比方说对有一些话题有一些困惑 想要来跟我们做一些互动的话 这样子大家也可以找到一些原材料 因为沿途洞见其实它有分很长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视频 另外它也包含了几个部分 那我们已经从二月份的时候 从教练顾问的那个视角到今天的话 已经进入到旅程观点的这个视角 我们都从大概分五六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有一些小的一些内容 我们大家来做一些研讨 现在也发现很多小伙伴 但其实在家园的共建过程中呢 也慢慢的感悟到青色的一些工作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特别的有利于我们青色的一个践行 因为青色的话它是需要去做出来的 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啊理念上已经有感悟到了 其实也特别的需要我们在跟家园共建的过程当中 大家在工作的社区的建设当中去把这个青色去给它呈现出来 它还是有一些依据和内核 但是它并不是一层不变的 它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融合 每个人的一个背景 不管说是西方的 还是说是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的 都可以践行出不一样背景的青色文化 所以大家不用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很难记录 只要大家慢慢的参与到家园共建的一些工作当中 就会觉得可以慢慢的用起来 哈哈 对对对 可罗伊这边有说到 什么叫抗拒的人 对太可爱了 嗯 非常欢迎大家 今天我这个 是 抗拒的人就是 嗯 当我们在 呃 要实行一些变革的时候 有一些人他就会非常的排斥 呃 因为他会不适应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人都非常的希望说 呃 所谓的有舒适区 呃 我们有一个安逸的地方 另外我们也很希望说 我在的这个氛围里面 就是按照我熟悉的来做就行 我觉得这样子非常适应的非常好 可是当组织说 我们现在要打破很多的规则 我们要打破很多的框架 啊 有些小伙伴就开始会觉得 焦灼不安 哎 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做 这么做合不合适 啊 我真的能够做到身心完整吗 我能够把自主管理做好吗 有的人他可能是对自己有一些 怀疑和抗拒 那有些人他可能是对整个组织 到底能不能实现到这个程度 会感觉到困惑啊 因此其实内心会产生很多的一些抗拒 呃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嗯 在美国的呃 一个参谋公司里面就已经有显示了 如果面对变更的时候 基本上通常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员工 他是全力去支持的 另外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员工 他是持一个中立的立场 啊 同时呢 还有百分之三十 他是有抗拒的态度 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很有体会的 啊 啊 谢谢 对对对对 大家 把小赞赞点赞起来 对 其实我们的小伙伴会发现在家园里面 互动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呃 有时候你 你你你你想发的声 呃 你想提的一些建议 呃 现在每每天的早上九点 在我们的共建会议上面 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 另外呢 也有很多的一些任务 我们的共建者小伙伴们也可以去认您起来 这样子 呃 一方面你也开始进行起来 另外 你也是参与到社区的建设 第三方面 你也慢慢的把自己的天赋才华 能够很好的去呃呈现出来 有一个自己可以绽放的一个舞台 对 好非常感谢大家 哎今天呃博轩不知道有没有来了 对 哦非常欢迎呃九道啊苗苗啊 好多小伙伴都都来了 嗯 请大家也小赞赞点起来 呃有让不在心灵家园的呃我们的所谓就是家园圈外的人 也知道哎我们家园在践行这个青涩组织 然后呢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小伙伴参与进来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点赞咯 把我们的这个宣传出去 呃晚上好九道 嗯 好的妙才说非常的清楚 嗯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呃可以在留言区把你们觉得嗯有困惑的或者说想要交流的部分都可以反映出来 好的我现在看一下那个 嗯 小伙伴已经来了没有 嗯 其实嗯 嗯 在青涩组织里面 由于抗拒的原因是很多人不适应啊 啊 比方说嗯 嗯新的一个工作方法就大家都已经打开疆界了啊 比方说啊不存在有疑老卖老的现象啊 啊我不能说我工作的比较久我经验比较丰富啊 啊我就可以去指派别人做这个做那个啊 啊或者说是呃很多的没有遵从别人的意愿去分配一些工作 那在青涩组织里面可能这方面就就是一些权力他其实是释放掉的啊 好我来连麦了Betty 哈喽 脸线 晚上好啊Betty 啊月薰好 对晚上好 对我们今天其实在探讨的一个话题是呃 关于如何和抗拒的人一起工作啊 因为其实在青涩变革的前期会有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可能会有一些不安 啊也有一些小伙伴他会非常的好奇和憧憬 也想要去探索说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变革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持反对的他会觉得说嗯 这样子做青涩可以成功吗 这样做能做得到吗 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会有这种呃感觉到怀疑呀 不信任啊甚至他可能还会依据过去以往一些经验受挫 呃没有这个勇气去呃进行这样的青涩 那面对这样的人呃呃就是Betty 老师从这个顾问的角度呃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建议 对 OK我说一下哈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首先要先了解到底我们的呃出发点是谁 我们现在是这个公司的呃这个领导人呢 还是就是就是我们就是一般的员工那这个做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现在我的位置是公司领导人了的话 那假设说公司需要改变的话就是你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呃公司转变成一个青涩组织 那你当然要起到领导的作用 那这个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们还是弄不清楚的话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 那这必须要由领导人他来主动来说明啊这是如果说你是领导人的话 那你这这这方面的工作是领导人要做的 那如果说你不是领导人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员工 但是你赞成这个领导人我们现在要把它呃把组织那个转换成青涩组织 那你同意领导人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不配合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这呃作为一个员工我认为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与这个领导配合 假设说这个领导我们现在是假设说这领导他是真的是很愿意 那个把这个组织转换成青涩组织的那我们作为员工我们就要好好的跟他那个配合 那怎么样子配合呢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因为就好像是呃我们在人生这个这个各种事情一样 我们要专注在那些比较好的事情上面所以呃那个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应该专注在那一些比较 要愿意配合呃来做转变的这些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如何能够掌握到一些他呃愿意来接受改变的这些人 然后从他们身上做出东西让他显现出来给别人看啊 让那个其他的那些那些呃抗拒的那些人能够看到 呃其实这是有点好处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根本就 就无视他们啊然后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然后呃渐渐的用这些用这个行为表现来呃让他觉得哦原来这是 呃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啊我认为应该呃这样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个人不赞成 你就直接去跟他硬碰硬啊就呃这个这个怎么样我觉得我我采取的那个呃 呃方式可能就是我就无视你 你如果说不愿意配合的话我就无视你我去找那些愿意配合的人我会把重点放在那个地方 嗯这样子 非常感谢那个Betty老师给我分享的啊就是我们就是呃加引号的无视啊其实我们这个时候不跟他产生对抗 其实是啊把这个张力来做一个释放啊你这个时候可能很反对我们不能够说去以硬碰硬然后去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啊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能量另外就是Betty老师也是说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能量灌注 在现在要关注的方面上去呃不在不去不去那个去浪费太多的力气去呃比方说去呃硬亏呃或者去做一些改革 对但是呃如果说长期给他这样子不去关注的话呃那这些害怕变革的人嗯要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可能也是会持有一种观望的态度是不是 对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他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就观望对观望那就让他观望呢因为因为这里面需要要做事情的人其实就有一小部分人所以任何的改革其实都是从一小部分人开始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呃这叫什么就就就就就只是在看着而已啊看你做的成不成所以这一小部分的人其实是要起非常呃重要的作用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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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作为领导者其实你需要掌握的就是其实是这一小撮的人因为从这一小撮的人他们专注的工作他就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人啊这比你好像就是泛泛的每个人啊OK好啊我就读就这样就只是说一说而已他们其实人可能不会花花花很大的那个心思来关注这件事情所以关注啊这个重这个重心要放在对的地方嗯嗯对对对就是要把我们的能量 贯注在正确的方面啊对其实有时候这些变革的人他真的是就是让领导觉得很疼痛呃呃或者说是很觉得说哎呀大家都认同为什么有些人就不认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就面对这些人其实内心的态度其实应该要持怎样的一个内心态度其实是更积极更有利的OK那好的还是一样 以两个方面的来谈一个是如果说你是领导的话你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是员工的话你该怎么做如果你是员工的话那刚刚就说了你必须要跟那个领导就是很很很密切的合作啊然后把这个这个观念给那个灌输下来那如果说是呃你的这个哦那你作为一个员工假设是说你看到这个员这个有某些人他是非常的抗拒 他怎么样都不肯配合的的话你要观察到的这个现象然后要把这个这个事情跟这个领导一起讨论 那这个领导在这当这个领导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的时候领导他会有他有这个权责他有这个责任必须要把这个这个场域给维护好 所以如果说再看到有一些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塞教的的话他必须要采取动作那否则的话就好像是 那叫什么 那句话怎么说的 一粒屎啊 坏了一锅粥 那个说法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是特不常识了 所以作为领导 有这样子的责任 你不能是说 好好好 我就做个老好人 我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 可是但是如果说 有一些反对的人 他反而影响到了 这整个的 这个组织的 这个士气的话 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领导 必须要产生一些作用 他不能够 就是做一个烂好人的 对对对 其实在青涩组织里面 特别的强调 大家不要 不要想着要去做老好人 就是左右逢源 这个不是青涩组织 想要去提倡的一个文化 更多的是希望自己 不管你说的事情 你的初心 都是你自己想的 不管说这个所谓是 被认可的正向的 或者说是不被认可 这些都值得你去发声 对因为你如果不说 别人就会不知道说 你可能是有你自己的一个认知 所以这些都是被允许的 那么其实沿途洞见里面 他有提到就是说 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人身上 要先放在有热情的人的身上 他提出了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个能量 放在这些比较积极性的 比较非常热情投入的 这些人的身上 随着时间的拖移的话 这个能量他会发生变化 然后那些原本不想要变革的人 他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对 然后第二个他是说 如果我们不想要浪费 我们自己的原本的 这个积极改革的能量的话 我们硬把这些抵抗的人拉进来 其实会跟我们积极的能量产生对抗 其实你会发现说 特别强调要把这个能量 首先放在正确的地方 因为在改革的初期 确实是非常的耗能量 对 另外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创造出一个空间 让这些积极变革的 和一些抗拒的人在一起工作 可能也是通过这些积极的人 慢慢的去影响到这些抗拒的人 然后他们就会受到一些感染 对 另外这些非常积极的人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来去挑战说 你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们这样子工作方式 其实是非常好的 其实他也是带给他一种新的视角 对 不知道您认同就是有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补充这样子 今天这个书上说的我都认同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做的 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在这些抗拒人的身上 所以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 有人要抗拒 不要理他 这个就是我的态度 你不要理他 你去专注那些愿意跟你配合的人 我可能要多讲一个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假设是说已经看到了组织内部 有这样子的问题 有一些人他们 他们如果说是没有感觉也就罢了 他如果说不但没有感觉 反而好像还有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领导者他必须采取动作 他如果不采取动作的话 那失职的是这位领导者 因为这是领导者必须要有的责任 他这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人 他其实也是没有积极的去参与改革 然后后来这个领导他有看见了 他就介入 这个领导一介入 他说的话马上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本来是可能是很僵的 没有办法转变 结果因为领导的这个介入 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内心的东西就清吐出来 可能他觉得说领导被关注了 他内心被看见了 他感觉到说完全就释放了 然后就很好的把事情发生了这个大转变 是的 这个方法是很好的方法 有的时候作为顾问 有的时候也会建议客户是这个样子做的 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在一般阶层上面的人能够做到的 有一些事情只能是作为领导的 他能够做得到 有一些事情只有你在外部的人 你身为顾问或者是就是跟着公司不是息息相关的这些人 他说了可能里面的人才能够听得到 所以这个领导其实是 虽然我们在说青色组织里面领导我们经常可以轮换 大家轮流坐 但是这个领导还是必须要有他的领导的一个特质 也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 别人要能够听得进去 这是最起码的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也可能是对这个领导可能有 怎么样子的一种崇拜的心理 所以对他会特别尊重 所以这领导随便嘴巴里面讲出哪一句话来 有的时候都可以让人家得到很大的鼓舞 或者有的时候会让人家伤错了人家的心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作为领导 这方面还是要注意的 哈喽欢迎博萱 终于连上了 太不容易了 连上了 太好了 好位 因为博萱我们刚刚也有探讨 就是和抗拒的人在一起工作 然后在《沿途洞见》里面的这个系列视频里面 作者他有一些什么建议和分享 我们刚刚是有讲的就是说要把这个能量聚集在积极的正向的 然后这些提出抗拒的我们先放一边 可以用积极的去影响比较消极的抵抗的 对 就是先把关注力不关注在他们身上 那你这边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援助的一些分享 就是这样子的话 第一 就是也不会那么耗能量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不想要 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你这样一拉 他 他就是被你强迫着 那这样子的感觉 也不是这么好 他们就算 就算做这件事情 也不是真的 有意愿想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效果就 不会好 那为什么去积极的去邀请那些想要参加的人一起做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场域 那这个场域慢慢也会影响那些不想去做这件事的人 对 是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一种能量的影响 对 那这边你看 刚刚就是针对Betty老师说的这个要信任领导 那我们这边也有共建者就是说盲目信任领导 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对 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前提当然是我们作为一般的员工 如果领导说了什么事情 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必须要先认同 你如果说你认同的话 你才会跟上去 那其实无所谓什么盲目的 像青涉组织这些 这种理念你要么你就喜欢 要么就不喜欢 你这个可能算不上是什么盲目的这个跟从吧 对对对 对因为青涉组织领导的话 他其实是已经叫做把他身上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框架 包括他身上的一些光环是在慢慢退去 那所以就是说再加上我们大家都是讲究一个 开放的讨论的这样一个氛围 正能量的事情和正能量的人一起 有一些还没有同频的人呢 他需要看到明确的方向才会跟随或离开 那博轩你怎么看这个 对啊 就是你要形成一个明确的方向 因为有些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 所谓的青涉组织 我到底有没有责任心或怎么样 我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么多 我可能要看到那些人做的时候 对 这个感觉是不是我要的 如果这是我要的话 那我就继续跟随 那我很明确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 我可能不想要压力这么大 不想要把责任都在我身上 那我可能就选择离开 对是这样子 一个明确的方向给你质疑 对其实这个也是代表一种类型的人啊 就是这个人他是可能性格上没有那么勇敢 他可能比较害怕失败 他就得先看看别人怎么做 别人做了感觉到说这个伤害性不是很大 相对来讲这个后果还是比较能承担 他可能就愿意去跟上去 所以说确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 那Betty老师您觉得呢 对 嗯是这样子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想法 如果硬要说是这个盲目跟随的话 那也我觉得也OK啊 你就觉得这个 你就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我的偶像 他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做 那这样也可以 你的内心可能也可以感到很高兴的 随着你走啊 没有关系的 其实Betty老师给我们提的这个观点也是非常棒啊 就是如果你内心认可 你觉得这样好 你觉得这样做开心 其实是可以的啊 因为做事情 你如果自己不认同不开心 即使我们所谓它是正确的 可能你还是没有这个能量和力量去做 对 其实他真的还是有另外一个相反的 可能你自己做的做的 哎 觉得我想要调整了 然后再来调整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一个视角 对 另外还有就是说啊就是因为有有一个理论他是说嗯对我们的小伙伴说哎原来青色是这么敞开的啊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现在大家特别愿意去践行的因为随着你看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年轻啊小伙伴90后2000后他们生活的环境其实都是非常的啊不管说以他们自我为中心啊 他们都是非常愿意去表达自己的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哎他们如果受到约束的话可能在表达上面就会受限那其实一个人没办法充分呃去展示自己的话整个组织也会受到影响 其实现在的组织啊包括现在外界都是瞬息变化我们随时都不断的感知不断的在反馈呃呃所以说也要求哎一个组织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像家园一样哎今天还有小伙伴来呃连麦哈喽欢迎咸鱼里哈哈哈哈我们的那个大明星 听见吗哎能听见能听见特别清楚 哎月欣我是那个在樊静山的时候见过你对啊是的是的对然后这个也一直听你这个我一直听你这个这个青色组织这个视频对然后今天我想给你唱首歌可不可以记得谈唱 哦那个谈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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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要即兴谈唱送给这个伯 곤 送给这个拜拜 stellen是吧 不好 不好 这你们俩也不在群里说话 有这么好的氛围 嗯对啊 请问给我们唱一首歌 对 能耽误一会儿吗 可以的 刚好给我们来一点 咱们青色组织也得有音乐 就像赛斯说的 音乐是最接近灵魂的 是不是博轩 对对对 好的 我们现在做好准备 可不可以谈 可以可以 刚好来我们中场音乐休息一下 中场休息一下 送给这个月新博轩 台湾的博轩 对吧 咱们虽然 这个隔了一个海峡 但是咱们还是 对吧 还是 还是 异国人 对不对 还有拜提 拜提是在新加坡 是吧 咱们也是异国人 对不对 新加坡也是咱们中国当时 这个宋朝的时候人 去新加坡占领的地方 对 OK我们都称为华人 OK 对哦 叫做华人 华人 对 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华 对我们都是 就是只是那个华人 鬼迷心窍 我们都是聆听 聆听您的歌声 都是地球人 没错 对地球也是我们显化的 哈哈哈 啊 我可以谈了吗 可以了 听得清楚 听不清楚 清楚 非常清楚 可以是吧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平静的心拒绝再有冷嘲 战了千次的青丝却断不了 百转前者他将我围绕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是闺蜜的心窍也好 是前世的因缘也好 然而这一切也不再重要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 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 然而这一切也不再重要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楼 虽然亲爱总是让人烦恼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 现在说再见 会不会太早 哇太好听了 第一次现场听弦韵律给我们演唱 你看我们这边有老伙伴 在青春园的时候你不在是不是 好像没在 青春园你没去是吧 没去没去 我只去了范靖山 对对对 青春园的时候那个仙家活 当时我现场唱了一把 你看我们也在那里 有小伙伴说您能不能创作一下 把我们青春园组织的一些内核编进去 然后大家经常唱 唱着唱着就非常的感同身受 对对对 非常感受啊 你看我们那个咸鱼律 中场来给我们音乐放松一下 让我们的节奏舒缓了很多 非常感谢咸鱼律 对对对 你看其实我们现在 非常感谢咸鱼律 对对对 你看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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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们现在 哎 那个声音是 那个声音是 应该是 应该是 你的声音 可能有点卡住了还是什么 好的 那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的正题 就是啊 刚刚你看啊 卢氏他也有说到就是说 哎 我们应该要去了解对方抗拒的原因 相互的看见 可能因为理解而同步 也尊重各自的选择 对对对 确实是 其实每个人他抗拒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如果没有去看见 把我们想要的东西 加在别人的意志上面 这个其实是不行的啊 哈哈 对 不能抗抑制 对 另外就是说 如果即使我们都已经敞开了 但是呢 还是 没办法理解 那么我们就尊重 对方的选择 嗯 就 对 对啊 像是 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以前的模式也很好啊 你有很多优点 优势啊 为什么大家都没看见 然后 为什么会觉得说 变革之后会变得更好 对不对 那可能这些点 都是我们忽略的 或者是说 哎 他们其实 不是不是不同一变革 是之前变过太多次了 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 已经内心已经没有这个自信心了 或怎么样 对 那每个人原因都不同 我们就是要跟这些抗拒者 一个一个去对话 看看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是我们没有看见的 这样子 就是我们去创造这个空间 真正的去听 聆听对方内心真实的声音 但是像你看这边还有 哦 那个 Chloe这边有说 就是 嗯 我们来看一下她说的 如果这个组织并不成熟 跟谁的人都是偶像崇拜 无条件的说她好 有个别提出意义 看起来 是不是 就是抗拒的人 嗯 你们怎么看 我先说吧 如果说有这样子的那个状况的话 那些人 问题是说 是不是就是那些不同意的人 就是看起来像是抗拒的人 是不是 是的 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的话 都有相同的看法 但是你却持不同的意见 那就是会被人家看成是抗拒的人 那所以说这个是 呃有整个这个团队里面来决定出来的 那但是我们这样说并不表示是说 呃这些 那些呃有相同想法的人就是 就是正确的啊 或者是说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这整个团队里面 包括这个领导者 他都自己都弄不清楚状况 啊他那个呃可能自己 也不是对青色组织非常的那个理解 那他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带一整个人 他完全是走错方向的 那也有可能 也有这个被认为是被抗拒 就是呃抗拒的这些人 可能他们才是眼睛血亮的 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嗯是 所以呃很多时候像我们做顾问的这个 呃工作的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步骤绝对是培训 啊不管我们是那个是呃 做怎么样子的那个顾问工作 假设是说因为之前都是说国际标准嘛 你要做国际标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做培训 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之后我们才来说 哎那要怎么样的做会比较好啊 所以这个培训是呃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呃那个 这个在这其中的人员 他们要对青色组织 我们现在是要推青色组织 他们要对青色组织本身是要有 有很好的这个认识啊 之前我好像有一次有一次机会 我是哪一次 是上次在那个呃重塑组织里面 好像那个呃曾经有说过一次 好像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次 就是这个青色组织啊 青色组织是要建立在组织的身上 而不是在建立在青色的上面 也就是说一个组织 必须要有一个那个样子框架 才能够来说啊这是什么颜色的 所以青色是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这个组织的 所以在这个之前 必须要把组织先给先给建立起来 否则你只是谈青色 你没有一个骨架 他是没有办法依附的 啊这个这个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所以像这些的这些认知 必须从头到尾啊 从一开始的这个领导者 他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认识 所以如果说只是觉得说 啊大家通通都放在一起 啊你爱做什么 就做什么东西的话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就不能根本就说不上 什么青色组织 因为连个组织都不是啊 组织还是要有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要把这些分分配清楚的 这才能够变成是一个组织 必须要有共同的一个目的的 对对对 就是因为组织他本身 他的定义上面就是有目的 有计划啊 然后要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 他是有益的一个行为 不是说很随意化的 另外我们这边那个也有小伙伴 小猪手也提了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组织做出决策的时候 当时每个人没有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 但事后又觉得并不赞同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解决 对嗯 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面上做决策 然后呢没有说出自己内心的 但事后又反馈又提出异议 那这样子怎么办 那那对方他可能有说 大家不是说青色吗 那我现在觉得站不住 我提出其他意义 对 这个由于是领导者 他没有去创出一个对话空间出来 就所谓青色组织讲的就是 身心完整嘛 可能大家都在事情上在做事情 但是可能忽略的这个就是 人与人交流彼此真实想法的一个存在 那这可能是领导者没有把这个 没有把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对话空间建立好 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 就是说在框架上面 没有提前去想到 如果在当场不做决策 你到后面再去做决策 对 这个也是要有一个规定和规则 其实青色组织有的人会理解为说 没有规矩 然后没有规则 想怎么样怎么样 想怎么自由怎么自由 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思想 任何的事情 它都是因为自律而有自律 这些其实是共通的 嗯 我刚才那个问题是缘起问的是吧 对 我想明确的告诉他 当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知道是什么 嗯 博轩你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简单的方法 就是无论是这个橙色组织 还是红色组织 还是什么颜色的组织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最好的解决办法你知道是什么 你不想我们不知道 有可能有更好 非常简单 直接对回去 明白吗 但是这个就 这个 直接产生冲突对吧 对啊 直接产生冲突 你要是觉得这是一个冲突的话 那就是一个冲突 对不对 因为你说直接对回去 就是对回去嘛 对吧 我不认同 我直接敲桌子 不行 这个不能 对啊 那是你自己觉得不行啊 对不对 他对方 对方也会跟你一起冲突 那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啊 对啊 你为啥要憋着 就像赛斯说的 我们都学过赛斯对不对 赛斯说了 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这样 如果有的时候 你把这个情绪压一下来之后 那么他就会在你的这个大脑的某一个角落里边种下 深深的种下一个稻草 然后最后在某一天突然爆发 然后这个爆发的导火线呢 可能是你的爱人 也可能是你的同事 也可能是你的孩子 也可能是你的父母 但是呢 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你当时把自己的情绪压抑下来 嗯 这个我认同 我其实也认同这个 就是 对啊 哎你可以去 你要不爽 不爽就直接对回去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你说是不是 对 但是青色组织他有讲说 就是哎 我们的思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行为 要如何去改变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把我们真实想法讲出去 但是我们如何 在讲话那个过程中 用舒服的方式 对方去听了 哦 我能接受到你的想法 然后我也是 你为啥要 不是 我学啊 你为啥要想着舒服的方式 哦 这个 因为 呃 团队嘛 团队的话 就是要让大家 彼此 我就问你 现在 现在是你不爽 对不对 是 对不对 他已经让你不爽了 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不爽 我就问你 我说无论无论什么组织啊 对 这时候他意见跟你已经不一样了 你为什么还要让他爽 然后你当时还憋着 你觉得你这样是对这个组织有利吗 包括青色组织也是 是的 是的 就是意思是说 不爽 不爽归不爽 那 我觉得就是青色组织 他其实他的宗旨就是要让大家都能 展现出更好的自己嘛 虽然我归不爽 没错 对 卢士有新观点吗 对 刚刚咸鱼力其实倡导的这个方法也是 就是我敢于去表达我自己 我觉得你这么做就是不对 我直接奉回去 那这个就要看了 接你这个人 他也没有那么爆 可能那个场面会温和一些 但是如果跟你一样冲的话 这有可能都会掀桌子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先就先了吧 所以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同意协议定说的 对了 当你认为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是需要去表达的 但是呢我也同意博萱的说法是 怎么样表达很重要 不是说直接去指责 而是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们都学过非暴力沟通吧 那个方法就是非常好的 就是当我觉得我 有看法了 我觉得不舒服了 我首先应该去表达说 我此刻感觉到愤怒 我感觉到不公平 我感觉到什么什么 当你表达感受的时候 是没有攻击性的 你是在被别人看见 我告诉你们我发生了什么 这是基于对组织的一个信任 同在你表达了感受之后 你可以表达需求 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这样 我需要被你们认可 我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什么 我需要被你们看见 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感觉你们都在搞个人崇拜 我认为这样是怎么怎么怎么样 把自己的内心坎成出来 你还是在说 希望被你看见 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 同时也要看见对方 我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因为看见 你还需要被别人看见吗 不是 你的情绪想表达的时候 你还需要被别人看见吗 当然是需要被别人看见 你为什么需要被别人看见 就是因为有情绪 所以需要 你还在向外抓取 明白吗 那你向外去怼别人 你为什么要 我就问你 你为什么还要 还要让别人看见 你当时对回去了 你还为 你为什么看见 你当时是 你自己爽 你是用什么方式怼 我问你是用什么方式怼吗 我就问你 你怼回去吗 你说的怼是怎么个怼法吗 那这还用说吗 具体的细节还用说吗 你当时不爽了 就对回去啊 我问你 你能 你说啊 你可以说 没关系 我任何 我现在 你不是 我就问你如是 我就问你如是 你刚才说让别人看见 你还需要让别人看见吗 你现在 看见是因为我有情绪了 我知道 我有情绪了 我想让别人 你还用去追求让别人看见吗 我就问你 我当然要让别人看见啊 什么叫追求呢 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 也要去看见对方 你可以被看见 只有相互的看见 才能够彼此的认同 看到对方 是怎么回事 才能达成一个 但是你不需要 要求别人去看见你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我是需要别人看见我的 我是如是 你能改变别人吗 我就问你如是 我需要 我也需要通过我 别人看见我 我知道你需要 他来 我需要 你需要 我也需要看见别人 你一直在说你 你需要 对不对 我也需要看见你 别人 我不需要别人看见我呀 对不对 对 那你一直在展现你呀 你还上来唱歌 你也上来跟我说话 这都是在展现你 就是在让我看见你呀 是啊 我不需要你看见我 是你现在上来了 我才跟你说 你一直在跟我说话 我一直在看见你 对 那是你看见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明白吗 我没有要求你看见我 对 我不看见你 我就直接说话好了 是你一直在喊我看你呀 我看你了 我现在是提醒你 你不要要求别人去看见你 明白吗 你怎么能要求我呢 我是我你是你 我没有要求你 我是在提醒你 明白吗 你提醒我 我知道你提醒了 但是我仍然做我自己 这是我的权利 可以呀 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表达我自己 我提醒到位呀 对不对 你可以做自己 我谢谢你 可以呀 对呀 那我可以继续说了吗 你说吧 谢谢咸鱼利 其实我觉得咸鱼利 他就是给我们表演了 有些人他就是这样子 在团队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非常平静的去说这个事情 就当那一刻他有时候就是爆发了 对 然后确实就是会有团队的成员会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场域就非常的重要 对 对 这就是我们练习自己 练习自己内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很感谢刚刚的这个发生 让我能够看到自己 我要的是什么 嗯 是的 是的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下真实的演绎 哈哈哈 对对对 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啊 像卢氏这种啊 能够看见 然后非暴力沟通 这个确实是一个啊 大家都想达到的理想状态 但是啊 如果我们能做到 我们是不能够强要求别人也要像这个样子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我这个时候我就想冲 我就想发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场域包括我们在一起的这些成员 我们是怎么去护持这个场域 让对方感受到说 哎 我确实是被支持的 我这个时候我是受伤的 为什么你在背后前面说OK 到背后又说相反 其实我这个时候是受伤的 我是觉得非常不公平委屈等等 这个时候我就就是有这个情绪 我没有办法非常平静的去讲这个事情 我可能就是要翻桌子 那说明哎 那同伴之间经常相处的这些成员之间 是怎么去不管说安抚他承接他的这个情绪 或者说哎去帮他更好的去看见自己的害怕等等等等 哎可能事情就在那个当下会发生完全的翻转 嗯不知道说啊 菲提老师你觉得呢 哈哈 对如果 好我说 这件事情呢 假设是说有有像这样子的事情来发生的话 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 他这个因为首先是怎么样 如果说这个情况 因为刚刚不是有提到一个是一些盲目的崇拜 你就是反正大家都觉得这个领导说的是 只有小部分的人他觉得不同意 那现在先说这个如果说是这种状况的话 而这小部分的人他坚持 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而这些大部分的人包括领导在内都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他心里面真的是这个样子想的话 首先我的建议是 我刚刚看到一个小伙伴好像有提到 就离开这个团队 你不需要在这个地方纠结 因为你一个非常小的力量 你其实是无法煽动其他的这些人 这太辛苦了 所以你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你先暂时离开 也许有朝一日 当他们变得他们自己 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 那你觉得适合了 那你再回来 那这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说完了以后 就说到刚刚说的那个状况 就大家都同意了以后 如果大家同意的基础 就是像刚刚这样子说的是 大家是一个盲目的 去相信某这个领导的说法 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这个人他当然是他不会 当场绝对是不会发表什么意见的 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子想了 他说什么绝对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在当场不发声 这个是可以想见的 因为在这种氛围之内 他觉得他讲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必须要能够理解 会是这样的状况 好那现在再来说 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假设是说是只是这个某一个人 就是只是他 只是他个人 他觉得不太妥当 但是其实这个的本身的这个 他们决策的这些事情 根本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 那就是只有一个人 他的感觉不对 他感觉不对 他当时又没有讲 那没有讲了以后 那说的没有错 那他可能是就不好 要说什么东西 你如果再不爽的话 那你就离开 是这样子的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刚刚说的情况 也就是说 其实这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搞不清楚状况的 真正搞清楚状况 是那个少数的那个人 他不爽的那个人 那现在是说也有可能 这个是大部分的人 他们其实他们的做法 是本来就有问题的 那这个刚刚就是博讯有讲到 可能是在系统上面 没有设计好 或是没有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交谈的一个空间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以我部门的立场来看 这样子的那个情况 可能会有我们 那个要找一下的这个原因所在 我刚刚有看到 好像有一痕有说 要找到深层的这个原因 是的 我们每看到一个问题 必须要找到它的深层的原因 所以这种情况 有可能的深层的原因 是怎么样呢 是当初 不管你在讨论的什么事情 那件事情 就不是由专业人员做出来的东西 他本身的那个内容就是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可能性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已经决定了一些东西 但是你在跟人家解释 或者是说交流的时候 你并没有把它的方式给讲清楚 这是变成表达上面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两个问题 都是系统上面的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建立制度 就是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所以之前我说的青色组织的三个要素 你必须要 你要有这样子的 你要有共识 而且你要有专业 而且你还要有热情 所以如果说缺乏了这个专业 这还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你的本身的内容 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那你不管再怎么样的交流 可能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地方是这样的 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地方是必须要考虑的 我们还是要针对 现在这个不清楚是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只能就是很笼统的这个样子讲 但是不管是对什么样的事情 都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针对那个原因来采取动作 这个逻辑上面是必须是这个样子来做的 是的 我很同意Betty老师说的 我很想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看到的都只是自己内心的 对这个世界的解释 并不是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在想 我们既然做亲舍组织 又是想要成长自己 应该重心是放在 在我皮肤之外的这个世界 它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我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应该做什么样子的反观 我应该怎么样去做 而不是说去指责这个世界不应该这么发生 老天爷出的题目出错了 其实所有的题目都是用来给我们去 去应对去成长的 所以对于组织来说呢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都说的很好 需要一个机制 但是我很想推荐一个叫繁荣连接的一个 觉知对话的游戏 它就是每个人在团体里面去表达自己当下的感受 每个人都在表达真实的自己 这样营造一个真实 一个真实安全和信任的氛围 大家在这样的相处当中 非常会非常的希望 并且能够看见那些有不同意见的 这些人的感受是什么 而不是轻易的就还没有交流好 就直接离开 即便是离开 我想也是在最后已经相互看见之后做的选择 我想这是青色组织能够吸引到我的地方 我也推荐大家一起多去用这种方式交流 是 其实卢氏的这个 非常感谢卢氏 就是卢氏他做的这个繁荣连接非常的好 其实在青色组织里面也是有这些形式 就是创设一个信任的空间 比方说 哎 大家每一周有这样一个时间 大家创设这样一个信任的空间 彼此去做这样的连接和看见 经过多次的一些训练 其实伙伴之间会有很多的一些心流啊 同频啊 包括也会看到说自己其实就像我们上周讲的 会有很多的一些盲点等等的 那其实像刚刚那种事情的发生 在青色组织里面有讲到 就是大家信任 如果说大家非常的信任 那其实他做出这个事情 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说 哎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可能不会上升到说 哎呀 我是被后面开了一枪 还是砍了一刀 这种受伤的感觉 所以说这种互信是要在很多的活动中 我们持续的去建议 建立起来 我非常的信任 我对你就是非常的信任 你不会去对我做什么 是的 虽然你跟我讲不一样的建议 虽然你给我提出不一样的方法 虽然你甚至批评了我 但是我知道你是深深的 对我是好的 所以这个信任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只有在信任的这个舞台上面 你才能够尽情的表演 所以说他这个 是的 他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 其实我刚刚看到Keroebee说 勇于表达会死得很惨 这个其实是你个人的想法 你可能表达过 但是你的表达是不是 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呢 还是带有情绪的 你是愤怒的表达 还是表达愤怒呢 我们可能有时候还做不到客观 愤怒的用去表达 平和的表达自己有愤怒 而是直接愤怒喷出去了 我也试过 在我的组织里面我也这样做过 我也掀过桌子 但是最终 这是我们练 就是我们的一个练习场 整个人生整个工作都是我们的 历史练心的练习场 我今天这个方式没有做得对 好 那我反省 我今天做错了 我掀了桌子 我得罪人了 那我心里去向对方表示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去向对方再做深入的沟通 我也向他表达我的歉意 我也去承担我做的掀桌子的这个后果 勇敢的去承担自己这一切 其实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对错的 跟随我当下的冲动我去做了 就是对的 做完了之后我会有一个反 会有一个反省 我应该是愤怒表达 因为我没有智慧 谢谢Keloi B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智慧不够到慢慢犯错 然后所谓的犯错 然后到慢慢的越来越充满智慧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其实这个过程是很让人欣喜的 这个人在三维世界 这个可能就是暴山 人在三维世界 你必须得充满智慧 我先下了 我去另外一个会议里 好的 下次再来跟大家玩 谢谢 你赶紧去吧 你再不去我就怼你了 哈哈 你怼吧 我走了 快怼啊 不怼我走了 还有两分钟 哈哈 我还挺喜欢被怼的 说真的 对吧 对 像嫌疑力这样子 我特别也想采访你 像你这样非常勇敢的去表达 去怼 愤怒 那你会有受伤的时候吗 或者说 因为你这样不让我感觉 他一受伤他就唱歌嘛 也会有受伤是吧 就是你那么勇敢的去怼的话 其实你也是有受伤 对 是啊 对 如果你表达方式更有爆发力 哈哈 那没办法 对 因为有的时候这都是存有安排的 对吧 是 是 Kloy B 我感觉你对组织有很深很深的情感 如果你真的那么热爱你的组织 我好希望跟你交流呀 对对对 是啊 对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你一直表达呢 其实你是对他有深深的爱 对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对他深深的爱 你就是伏袖回去 你就是根本就看不见 甚至到了冷漠 对 那你就是对他深深的爱 所以你就 哎呀 为什么这个不这么做呢 为什么不这样呢 你就对他特别的关注和在 是的 就是 然后更多的去让心灵家园外面的小伙伴 来知道这个青涩组织 对对对对 我清水 我跟你聊天 聊这么长时间你居然以为我是姑娘 对 哈哈哈 我觉得他一定要有水 超长时间 你們有沒有在這個青色組織裏做過? 做過是什麼意思? 這本身是我在青色組織裏做過的意思 對 就是實踐過 因為有的時候就像茫陽明說的 那肯定啊 我們 見習 對 那肯定的 因為像我們在不管說做直播 包括以前做研討 包括現在要慢慢的去打磨一些課程出來 我們的合作 我們其實都非常當下 我們也非常的那個 彼此之間的那個看見反饋也非常的直接 不是 我就說月仙 你現在的青色組織幹過嗎? 在心靈家園幹啊 然後在身邊的一些 自己可以影響的一些小團體 也在推廣這種觀念和理念和做事方式 對 就是從自己身邊慢慢的進行起來 那你現在也是兼職是吧? 你現在的企業是青色組織嗎? 那我們那個比較難改變 那我們那個比較難改變 那我就問博薛 我就問博薛 博薛你現在 博薛你現在是在一個青色組織做嗎? 哦 青色組織的部分就是我跟月仙啊 然後一起在打發 我就說啊 我就說你現在三維世界 都是三維世界 都是三維世界 本身的工作當然不是 就是因為本身我現在要做工作是銀行業 那銀行業它走青色組織可能 相對之下會比較困難一點 是吧 對 確實 但是銀行業有個觀念 就是要帶給你 就是青色組織它不一定是說 我樣樣都拒權叫青色組織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三維工作中裡面 我們帶入了一些方式 比方說我們自己做到身心完整 我們做到很好的無序敞開 這些其實就是青色 它不一定說我要12345678910都具備了 才叫做青色 其實它也是混色 對 能夠再存青色 我們就做出青色 對 我們在一些地方 我們沒辦法改變的 但是我們自己堅持我們自己的青色 對 是這樣 我能問一下Betty現在是在青色組織嗎 Betty老師 是 是 是 鞋於利在問一下 我是在青色組織 是的 我有一個青色組織的 對 因為我的是一個顧問公司 我們是一個顧問團隊 因為本身本來我們就是做管理顧問的 所以現在我們有一個團隊 那我們現在就是除了一般的顧問 因為原來做的主要的顧問工作 就是國際 標準的這個認證 所以我們現在是打算把這個青色組織 也拿到這個裡頭去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小的團隊 我想問一下這個團隊裡面呢 你說 你說 你要問什麽 我就說你這個顧問是顧問什麽 顧問就是各式各樣的企業 從大到大中間我們都服務的 是什麽項目 什麽項目 什麽項目都有 你知道那個因為這個管理制度是每一個公司都需要 所以這個顧問公司是專門是在協助企業來建立這些管理制度的 所以我們對 所以這個是我的主業 我已經做這個事情做了20年了 項目管理是吧 不是項目管理是幫協助企業建立管理制度 然後取得國際標準的認證 這是原來主要的業務 哦 明白 ISO 您聽過嗎 ISO OK OK 對 特殊各樣的ISO 9000 各樣的管理系統 對 這是主要的工作 我就是在這樣的管理部分公司裡面工作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要把這個青色組織也加在上面 所以我們當在服務客戶的時候 他如果有這樣子的需求 我們也會去來推展這種青色組織 然後來協助他們 把這個青色組織的概念 放在這個管理制度裡面 所以你剛剛問是不是在這種組織裡面工作 是的 然後我們目前的這個團隊 本身就是用青色組織的這個理念來創建的 不管是薪酬方面 不管是組織方面 我們都有我們一套的做法 是絕對青色的 OK 感謝嫌疑力對我們的採訪 對 我們自己肯定是要去進行起來的 不然我們也傳遞不出來 對 就是 我不是採訪 我是融入 融入 對 對 因為你想啊 月琪咱們在梵境山就認識了 你想想 是啊 看著你天天天天天氣壁的 我們可羨慕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謝謝 對啊 對 那回到我們今天主題啊 其實就是 就是抗拒的人 他有各種原因 並且其實他就像剝洋蔥一樣 我們要去剝 從裡到外慢慢的剝洋蔥 看到他自己要抗拒的根本的原因 那另外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他抗拒也有三個層次 比方說你這個組織變革 你到底是要變革什麼 這可能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 你到底是要變革哪一些東西 第三 你要怎麼去做變革 所以要做變革的組織 他最好從這三大方面去入手 那想要參與變革的人清楚 你到底是在哪裡要去變革 他可能內心會比較獨定這樣子 那今天其實大概是這樣子 不知道Betty老師和博宣 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今天也非常感謝 賢玉莉給我們真實在線的演繹了一下 我覺得這種情境的表演 對我們帶來非常的強 對對對對 我不知道你是刻意表演 還是你是真實呈現 我刻意表演 我說我刻意表演你信嗎 如果你有那種演戲的需求的話 我也信 真的也信 真的出演 可以 信 真信 謝謝 你也信 我想就是最後說一句 我對青色組織整個看法 我認為青色組織如果真的好好應用的話 他最後的結果絕對是讓大家是心裡是喜悅的 是舒服的 如果說 不管你是怎麼樣子的一個青色組織 你如果弄到最後 是讓心情裡面感到很不順暢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肯定這個青色組織的運用 當中是什麼環節是可能是出了問題 就是沒有做得很好 如果做得好的話 結果應該是你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這個是我對青色 說明 那你說你怎麼了解每一個人的心理狀態 這個我們不用了解 他的心裡面感覺舒服還是不舒服 你問他就可以了 有的時候你問他 他說假話 他說假話的話 那你就不要太在乎他嗎 你要是覺得他說的是假話的話 那你幹嘛聽他呢 因為他 不是關鍵你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說假話還真話 那沒有關係 因為他說的 我說的是他的感覺 他本身的感覺 所以他本身他如果感覺很好 那就很好 他如果他騙你 他其實感覺不好 他如果說我還是我感覺好的話 那他家的事 那關你什麼事 不關你什麼事 那不有想 你不要認識自己的感覺 首先你得正確的感覺 他的感覺 那你不用 你不用去感覺別人的感覺 你感覺自己的感覺就行了 我是這樣子認為的了 那你要覺得不爽 但是他還是很青澀的 那怎麼辦 什麼他如果他怎麼樣 就說你自己覺得不爽 但是他還是很青澀的 你說 你自己不爽 但是他很青澀 是你覺得 對啊 你覺得他很青澀 但是你不爽他青澀 不是 就是你 你覺得他不青澀 但是人家覺得自己青澀呀 那就讓他覺得沒有關係啊 那就讓他自己覺得嘛 因為在你的心目中 你就說你這是假青澀 你根本就不是真的青澀啊 你的心裡面會這樣子認為 那你就自己就這樣認為就好了 那你就不跟他同流合污就行了嘛 你幹嘛要為他去那個 你不需要的 你只要顧及自己的感受就行了 他們覺得青澀 他們感覺良好無所謂的 OK 那就是說明你認為你的青澀是對的是吧 我認為我的青澀 我當然認為我的青澀是對的 但是你可能也認為你的青澀是對的 別人也可能認為他的青澀是對的 就這樣去認為 只有自己的感覺最真確 OK 那最後 就說你認為你的青澀是對的 我認為我的青澀是對的 最後咱倆看誰牛逼 然後把誰幹掉對不對 不需要 我跟你講 那既然你看到 我就要跟你說一下 我對青澀的組織的看法 我堅決反對 這個 這個 competition叫做什麼東西 堅決反對 突然直接想不起來 What is competition in Chinese? 競爭 競爭 對 江湖 我是堅決反對競爭的 我唯一相信的就是彼此要互相合作 OK 我覺得組織 組織跟組織之間 人跟人之間 或者組織跟人之間 是絕對是只有合作的關係 而沒有競爭的關係 這一點我是 但是Betty 我現在 我現在就看你不爽 你看我不爽 那沒關係 那是你的事情 我現在就把你幹掉 我現在就把你幹掉 你說你怎麼辦 那你幹得掉你幹 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你可以原諒我嗎 我不算原不原諒你 我根本 我無視 我對這種事情 我根本就不會去關注它 我怎麼會去關注 關注你要幹掉我這件事情呢 那不是很奇怪嗎 對 但是行 你不是那個賽斯有在學嗎 你看他不爽 那不是看你哪裡自己不爽嗎 外在 我知道啊 可以啊 但是我們來到三維世界 我們被這個時間和空間限制住了 我們就是要看別人不爽 對不對 你最近的主意是看不爽是不是 對呀 我現在就看Betty不爽 我就要把他幹出心理家園 你說我怎麼辦 哦 那就幹咩 對啊 啊 對啊 我也是這樣認為 那你就幹了 對 就幹什麼 我覺得你就要補充你自己的初心 對對對 嗯 那是不是影響這個心靈家園的發展 問題是你能不能幹掉它 這是一個問題 你想幹掉它 跟你有沒有把它幹得掉 包括你能不能把它幹走 這是幾回事 三回事 不是 我就說這件事啊 就是我想把它幹掉這個信念 你說是不是 不太就是影響心靈家園的發展 如果真的 再講到一個 如果假如有一個反抗者的話 他真的影響到這個 這個組織的發展的話 那這個領導者他是有可能會 把這個人直接剔除掉 因為書中也是這樣寫的 所以有時候 真的真的影響到整個組織的發展 那我還是需要這些殘忍的事情 對 就是看那個領導者的感知與活 我不是要幹掉領導者 我是幹掉下邊的人 對不對 你說 你說這是 青色組織嗎 是 我給你一個 我給你一個建議 如果說你真的是想要幹掉 某一些人 你不管是處於什麼樣子的這個理由 你可能這個理由 這個 這個深層的這個原因 可能還要再去探討一下 但是你現在就是很想要幹掉 這些 一個人 或者是一些人 那你要是自己能力不夠的話 你可以啊 你可以去找領導者啊 因為領導者他絕對有這種能力 他絕對有這種權力 才可以說 哎 那這個人什麼 你可能不要在我們的組織裡面 你覺得青色組織 你能夠 不可能這樣 對 但是在青色組織裡面 我們通常一般就是非常的包容 而且你的那個 活出來的這種感覺 應該是要非常舒適的 所以 所以我想說一句什麼呢 就是說在即便在青色組織裡面 我們也是有紅色和橙色的 對不對 拜天 那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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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是當然的 是不是 博宣你說我說對不對 沒錯 每個人都覺得你說的對 哦 那個個性的意思 都會都不會那個反駁你這種想法 因為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有的時候如果頻率不到的話 我現在我就要把它幹掉 可不可以 你的用詞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其他的人的用詞 可能不會用幹掉這種這種字眼 但是如果說你要表達是同一件事情的話 拜天 這個 這只是一個 這只是三維世界的一個詞彙而已 對 你如果你的幹掉就是不跟他接觸的話 那是的 你絕對可以做你想 你喜歡做的事情 對啊 對 因為你不可能真的把人家給殺了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只是 你是不要跟他有來往的話 他當然可以 我絕對 拜天 你居然想到殺 我覺得你這個內心比較邪惡 你知道嗎 沒事 我的那個 我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詞彙不是很好的 你說幹掉 我是真的是 對 你看 你看 你看我一說幹掉 你就說想到殺 我從來沒想到殺 對這個這個幹掉的這個這個意思 對我的理解很大的意思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你得 這是你限制星期年 我說幹掉的什麼意思 就是說 不是這個參與這個心理家園的這個 共建 明白嗎 你說 你說我能殺他嗎 你說 不想 那就絕對可以 因為這詞彙對我來講 我我比較不用這樣子的 你看 你看 拜天 你看我不知道你賽斯書 學了幾本了 賽斯一代強調 我們這個三維世界的詞彙是很受限制的 你知道嗎 是的 是的 你知道嗎 這個 嗯 非常感謝 所以 對啊 所以我得感謝拜天老師 對 你現在住在哪個城市 我住在哪個城市 新加坡 新加坡就一個城市而已 新加坡不能隨隨地大小便是吧 難道中國可以嗎 這句話真的 真的 哎呦我天 中國中國真可以 真可以啊 哦好 沒有 好的 我們不偏離主題了哦 要閒聊我們可以現下閒聊 嗯 好的好的 也行 對對對 真正的主題是通過側面側面表達出來的 嗯 是 因為我們直播就是八點到九點 對對對 啊 那也是你的限制性信念 你知道嗎 咱們今天聊的這麼高興可以多聊一會兒 哈哈哈哈 但是我們這個會偏離主題 對 我跟你說啊 學心什麼叫主題你說 嗯 是 這個我這樣建議好嗎 如果說閒於立你還要在聊天的的話 那我們先把這個先停止了以後 在那個 在 在 在接上線吧 因為這個是直播間 呃 可能很多人會看到 我們這樣子聊天 可能 不太 哎呦 我的 白天 你說 你這個限制性信念太強了 你說這個直播間是為了 你說這個直播間是為了 我就問你這個直播間為了啥存在 我是希望我現在跟你學談的這些話呢 我覺得沒有問題 是的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完整的 對 完整的一個話題性的 如果說 哎 我們要再說更多的一些 我們可以在線下來聊 是的 嗯 嗯 因為這個如果我們太多閒聊放在裡面 首先我們數據會變太大 你看這個還要整理還要回頭還要上油管 是 沒事 好的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了 對 可以了 我們每周都有 歡迎你來 嗯 跟我們互動 嗯 其實我跟你說 真正的真正的閒聊 才是拉動這個直播間的一個流量的關鍵 是 好 知道嗎 好的 因為我們 是 我們下次來一個青澀閒聊 閒聊直播 對啊 最近搞的都是挺明顯的 對啊 因為有的時候是這樣的 月希 我提醒你 嗯 就是有的時候這個 可能當你情緒到的時候 你看其他人情緒不會到 對不對 對 嗯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這個要趁熱搭鐵 對吧 既然今天 你看我 我什麼時候見過你的直播間 謝謝謝謝 對不對 啊 既然有這個緣分 今天就好好聊一聊 對不對 哈哈 你覺得 不是 我就問你是不是 對不對 你覺得這個直播間 這麼重要嗎 你覺得 對不對 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我們的這個交流過程 然後把這個青澀組織搞清楚 對不對 是的 是的 你說是不是 對 你說 你說 你覺得這個 包括我現在問你也越行 你現在這個心靈家園社區這個 包括咱們現在只有330個人看 你覺得這重要嗎 嗯 重要的是什麼 我就問你 重要的是不是 我們能夠把這些 勁爆的話題 給給給說出來 嗯 對對 包括我剛才唱歌 對對 包括拜天 博旋 台灣人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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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馬上要同 就要佔領台灣了 對不對 對 把博旋給佔領了 你說是不是 你說這個一個直播間的活躍程度 難道就是靠這些正兒八景的這個聊天嗎 你說是不是 啊 我就我現在問你 你說是不是 咱們現在把這個氣氛搞起來 是不是更好 為了吸收家園的發展 是 博旋 對不對 你剛 剛這個從這個監獄裡邊出來 我看你特別性感 好 性感 性感這個 謝謝 謝謝你的 金龍 對不對 而且月欣 我我見你今年這個 這個 教室內訓 你還有包括博旋 還有拜天 你們要參加 嗯 是 否則是不一樣 你知道嗎 這種能量的這種震動是不一樣 我建議博旋和拜天 因為月欣參加過一次嘛 對 尤其那個 博旋和拜天 你倆從來沒參加過 你知道嗎 對 這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鮮魚粒 教室內訓 對 參加 四期都有參 我問你 拜天你現下參加過 現下沒有的 因為這個中國根本 對呀 對呀 對呀我現在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各種各樣原因 我現在我現在想表達什麼呢 你現下沒有參加 你就沒有發言權 你知道嗎 我沒有發言權是嗎 OK好 可以的 我先下線了 大家拜拜 晚安 你不用下線 對 你要下線就說明你起情緒了 你知道嗎 咸魚粒我想問一下你今天有沒有開瓶酒啊 嗯 嗯 有喝開瓶酒嗎 開瓶酒 開瓶酒 開瓶酒啥意思 歡迎我們的新夥伴聖靈之光 哈嘍哈嘍大家晚上好 你好你好聖靈之光 聖靈之光在微信裡叫啥 對呀聖靈之光啊 在哪個群 就在這個群啊 弓箭 對呀 弓箭裡面啊 好 聖靈之光也蠻什麼要表達的 對對對 欸我想問你們今天晚上討論什麼主題 你說話 哦 如何和抗拒的人一起工作 對 如何跟抗拒的人一起工作啊 對 嗯 那首先要看他抗拒什麼嘛 抗拒權威啊 還是抗拒這個集體 活動還是抗拒這個領導給他的一個任務 聖靈之光 聖靈之光在哪個群啊 這哪個群 對我沒搜到你 在一起建設家園這個群啊 你在裡邊也叫聖靈之光嗎 對啊 對啊 沒搜到 對啊 怎麼了 哇 閒域立馬上來確認一下你的身份 對 對 對 確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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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家園的人 當然是啊 沒搜到 其實剛剛你講的那個特別對 就是你抗拒 首先要明白他抗拒的原因 對 知道了之後 對啊 所以抗拒第一 抗拒的背後就是有恐懼嘛 對不對 你在那個 你在那個 在一起建設聖靈之光嗎 聖靈之光 我不知道第幾群呢 應該是剛剛開始建設的時候 剛剛開始建群的時候我進的 嗯 你現在是兵建者嗎 最早 最早 最早的時候 那你微信肯定不叫聖靈之光 這樣啊這樣啊 沒收到 欸我現在沒辦法 沒辦法發那個圖片 那聖靈之光我想問一下 問一下你對青色有什麼一些了解 對 青色其實我們好多同學都 都參加了青色呀 好幾個 其實我們這個系統裡面的 阿卡西系統裡面的 好幾個都參加了呀 都投了一萬塊錢進去 青色投了一萬塊錢 那是什麼 去培訓還是 那是什麼 就是貢建者呀 做貢建者的 做貢建者的 那你微信肯定不叫聖靈之光 你們沒有投錢嗎 我們說的是說對這個青色文化 內核的了解 不是說 曹文西林家園 共建者的這個 不是 這個月信 他只是表達 他只是表達 嗯 那個時候我會聽一下 因為我最近事情也蠻多的 就沒有空 這沒有空參與 好幾次週六活動 我本來想去事情 就是時間有衝突嘛 就沒去 我是在深圳的 參加深圳的 你們是在哪裡 你們是在哪裡 全國各地 全世界各地 全世界各地 OK 那你們上次都去了海南嗎 我們沒有 誒 聖靈之光去了嗎 我也沒去 我也沒空 我說沒有印象 那個誰 剛剛那個 咸魚 咸魚 你是 你是共建者 還是參與者啊 他今天來 我現在是 我不僅是共建者 我現在是 修理家園的督察 你知道 對 還有那個 戲劇 戲劇 專門承擔戲劇表演 這塊 專門扮演各種爵士 是吧 對對對 我 抗拒的 要翻桌子的 要暴力的 要講那個 那個 那個所謂的 反面 反面 反面角色 俗話的 哪有 我是 我是 心靈家園的這個 這個助理 的助理 那我今天就 我今天就看 演員演戲啊 我看戲不入戲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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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咯 因為9點半 等下 好 拜拜 欢迎大家每周锁定我们这个直播 好的 咸鱼粒记得哦 继续有情出演哦 来给我们带动气氛哟 好嘞 那我就继续了 好的 谢谢 拜拜 晚安 晚安